欢迎来到历史客战 我是美丽 开国将帅大多都是征战沙场的猛将 在战争年代立功无数 建国后也都继续在军队任职 位高权重 不过有不少将军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 也有很多业余爱好 甚至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比如许世友曾担任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 吕正操担任过网球协会主席 宋任琼也担任过排球协会主席 许世友的传奇经历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小时候曾在少林寺习武八年 学到了一身非常扎实的硬功夫 让他在后来的战争年代 手艺无穷屡历战功 建国后 许世友历任山东军区司令 南京军区司令 广州军区司令 虽然军务繁忙 但也练功不错 许世友在广州期间 正是李小龙 成龙 李连杰的功夫电影 红火的时候 因此 许世友也看了大量的功夫电影 对这三位功夫巨星 都有非常精准的评价 比如评价李小龙 说他有骨子很劲 对成龙则说 别看他是杂耍 还是有点功夫的 因为许世友在武术方面的 巨大影响力 因此被中国武术协会 聘请为名誉主席 跟武术界的很多人 都有密切的联系 相比许世友 开国上将吕正操的爱好 就有点洋气了 竟然喜欢打网球 吕正操打网球可是有年头的 早在东北军时 他就跟着张学良打 从此也跟网球结下了 一生的情缘 在战争年代 吕正操也没忘了打网球 只要有闲暇时间 就会找几个人跟他打 对当时的中国人 尤其是八路军战士们来说 网球可是个稀罕东西 没有人会打 吕正操就手把手的教他们 等到学会了 就可以跟吕正操打了 见过后有条件了 吕正操更是对网球爱不释手 还经常去跟主管体育工作的贺老总说 一定要把网球事业发展起来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因为吕正操对网球的热爱 被聘请为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也因为他在中国网球事业上的巨大贡献 被国际网球协会授予终身荣誉奖 还有开国上将宋任琼 也有一个爱好 就是打排球 宋任琼将军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打排球的不得而知 但在建国后 每次有排球比赛 他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看 比赛后 宋任琼还会跟教练和队员们交流比赛的得失 往往能一语中递 让大家受益匪浅 因为宋任琼在排球方面的热爱 被聘请为中国排球协会名誉主席 已当就是二十多年 他还说别的职务我都可以辞掉 但是排鞋主席这个职务我是坚决不会辞掉的 中国女排每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 宋任琼都非常兴奋 第一时间给队员们发去贺电 表示祝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